小时候其实自己觉得自己是天才之神童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只有这样不断地加强自己的认识 你才能把这条路走下去 要不然你中途很容易放弃 但是就像我现在已经写了18年 还自居为神童 就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的话 你没有办法用很平常的心态 去面对现实的生活 其实《九岁出版》第一本书 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 或者大家想象当中的很兴奋 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从七岁开始写自己第一篇文章 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出书 所以这是一个中瓜德瓜中豆得豆的结果 第一本书的出版流程很长 我给20家出版社 然后就寄去了自己的书 但是可能到了半年之后 才有一家出版社有婚姻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第二本书 很多人会说啊 为什么开始写作 但是我想说 其实一个小孩子他是没有办法去 一开始就热爱写作的 我很快就意识到写作 包括出书 然后包括变得有一点点名气 这个东西是能够把我带到所谓更大的城市 带到更不一样的生活 带到可能你一眼从起点 忘不到终点的那样的环境当中 当那个在媒体工作 我觉得跟就是全职的写作 还挺多区别的 然后当然会有很多的启发 就是包括看世界的看法会不一样 比如说跟我一起成长的 跟我差不多大的读者 他们会觉得好像变化挺大的 因为原来是写学校生活 然后小孩子的生活 小孩子的心理 然后到后来可能现在去 涉及一些社会性的评论 你其实可以从人们的读书的选择 看出整个社会的变化 比如说前几年很流行的是成功学的书 就是教你怎么变成一个成功的人 教你怎么理炒股 怎么管好一个企业 现在流行的可能是 你怎么找到自己的inner peace 或者是你怎么内心平静 然后学禅学佛 你会看到从读书的变化 人们选择的变化 也会看到社会追求的变化 其实香港有一些作家 我觉得写得也很好 像董奇章他的那个小说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其实我对香港的作家 一直都是很敬佩的 因为我觉得跟他们相比 大陆的作家在物质上 或者在名利上 其实都要富足和奢侈很多 但是香港的作家 他们能够在一个 不那么富足的情况下 然后还不断地坚持 非常孤独 然后甚至物质上 也很贫瘠地去写作 所以我觉得他们拥有 比大陆作家 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一次期待 从他们身上学习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 依然坚持写作的 这个精神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